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出了警告 成分为卡通的补给品 存在不良的后果危险 请民众不要使用 因为这种类似鸦片的药物 可以在加油站、烟店 以及互联网上轻松买到 但专家就特别警告了 民众容易亲信一些产品 标榜是天然草本体取物 但这些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吗 这一类有鸦片类的药物 其实有部分死亡案例已经出现了 我们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卡通的补给品是一种植物提取物 在加油站、烟店以及互联网上 都可以轻松买到 一些用户声称 它是鸦片类药物依赖的解毒剂 也是缓解精神和身体疼痛的重要保健品 尽管FDA尚未批准其用于任何医疗用途 仅在2021年就有大约170万美国人 使用卡通成分的产品 虽然FDA已经对卡通成分的产品 发出过警告 卡通液在美国基本上仍然是可以合法购买和使用的 人们通常口服卡通胶囊或使用卡通液来泡茶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种植物似乎具有兴奋剂的作用 特别是那些服用剂量较高的人 这类产品可以像针钉剂一样发挥作用 帮助他们放松 大多数使用卡通液的人试图自我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 不过临床医学专家强调没有临床实验证据支持使用卡通液可以帮助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或是戒除阿片的药物 反之服用卡通液有着诸多风险 今年6月 佛罗里达州一位服用卡通产品致死的案件诉讼获得了1100万美元的赔偿 数据显示 有些人服用卡通后会感觉到恶心 大量出汗 呕吐以及身体发冷 FDA同样指出使用卡通液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包括癫痫以及肝中毒 该机构指出 在极少数情况下 卡通液的使用与死亡有关 但这些情况通常也涉及其他药物 目前尚不清楚卡通液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 不过越来越清晰的是 卡通液能够让人上瘾 部分使用者还出现了阶段反应 在对这类产品的进一步研究尚未明确之时 不建议民众使用卡通成分的产品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